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 människor,大家好 我是 representing the latter 就跟各位分享一樣,不管坐票也好,坐騎子也好,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但是一定要有領先而且可以施展新進技術 就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當我們擁有新進入觀念的同時 不用再像過去一樣死爆活爆,也不像過去一樣有滿手套牢股票的遺憾 只要跟著新進入觀念,用最踏實的方式一步步做下來 很自然的就可以創造出比標跟標獲利 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直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初在哪裡 在操作股票過程當中,常會遇到很多字面關鍵 包括股票套牢不會去停損,常常讓這些股票會越套越深 股票總會暴上暴下,資金的運用沒有效率 而持股過於分散的結果到最後會非常難管理 更重要的,會多不會空,行情有人只能做一半 所以每次當行情下跌的時候,只能註定套牢或是賠錢 進出沒有證據,只能用差異的 甚至呢,買賣點才會慢的半拍 讓自己的風險會多出更多來 因此呢,就在節目當中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賺它最好賺一段 為什麼所有操作一定要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很簡單,他們可以賺它最好賺一段的同時 在資金效率的部分 就不用去等待一張股票漫長的盤整時間 所以也絕對不會像過去一樣 常常會浪費很多時間 一直在等待一張股票上漲,而股票又不上漲 甚至呢,風險會變得更小 因為我們不必要去承擔任何股票回答風險 所以也絕對不會像過去一樣 做到最後,常會有大賺變小賺或小賺沒他遺憾 甚至呢,這樣的操作方式 會讓我們獲利變得更大,而且會變得更快 因為我們所有操作只會專注在獲利最快這一段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沒有獲利還是持續抱著 浪費很多時間 而當擁有做手系統的同時 當然,我就是要想盡辦法讓各位資金活起來 而不是一直躺在這個地方,變成一攤十損 而這個系統呢,百分之百是我自己原創的 包括城市的部分,也是我一個人獨立完成 完全不需要委託外面工程師 這市場當中,其他軟體絕對做不到的 而在進場之前呢 可以立即明確顯示進場,停損、停利 上交位,一直在各位 我今天賺最好賺的 因為資金效率才高 就是因為操作有把握 所以每一筆大的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都空能雙向,獲利自然就加倍 而且,就同你說眼鏡的平衡事實 也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有是一樣的 跟著新旧觀去做 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 一檔股票就夠了 而且,每一筆大的進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 一定是百分之金買一檔 一定要百分之金賣掉一檔之後 超前換下一檔不是嗎 就是要用最踏實的方式 以一步步做下來 從6月18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穿出216萬的利潤 而你的1000萬了 透過金流力量也幫自己穿出2160萬的利潤 但是,再回過頭想一次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如果還在過去死報活報方式做股票 甚至呢,還在用 不能實在軟體幫自己穿出股票 到底幫自己穿出多少的報酬 因此呢,就在節目當中 非常要提醒各位的 我說過去的條路 如果一路走來都走得很辛苦 也走不到時候 此時刻就該歪條路 換個方法走的時候了 就同每天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喔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7月21號這一天 這樣票100萬賺了20.8萬 系統告訴我們金融賺完 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袋 接著換股仗報酬 21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賣永贓這樣票 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發生 21號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轉賣永贓這樣票 賺他最好賺了一段 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腳上面的邊 短短的四道天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32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1號也就在這一天 K線醜醜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坐在腳上面的邊 短短的四道天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32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呢 這張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7號這一天 這張票100萬 賺了32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得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要賣 你捨不得賣 爆最後會像過去一樣的 爆上爆下 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經濟的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7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32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把一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問題是 27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本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27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 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紅冠店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了一段 K線 一起來看 好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地發生 27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前方賺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紅冠店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腳上面的便宰 短短三到四天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26.9萬的利落嗎 好事 不是這麼在這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 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 堅持 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大當股票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8月1號這一天 這項票 100萬 賺了26.9萬 系統 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 紅棒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當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們要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要賣 你捨不得賣 不知道最後 還會像過去一樣 一樣的 報上報下 要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心肌牛觀念 賺錢的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 8月1號這一天 這項票 100萬 賺了26.9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單 接著 換股政要報酬 問題是 8月1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 什麼樣的報酬上 還是一樣 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 8月1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非常簡單 明確易懂 一樣 很簡單的按 一鍵選股多 一樣 資金選股 3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滿 第一筒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 到底有沒有 接連不斷發生 8月1號 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千萬要賺錢 發一口單 再把資金轉滿 第一筒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再一次的 坐在腳上面的別人談 短短的一天 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 創出十萬的利潤嗎 好事 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 當然也不是例外 一樣 堅持賺它 最好賺了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八月二號這一點 這樣股票一百萬 賺了四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挑戰開高 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賣 再一次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代價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賣 不知道最後 會像過去一樣 讓大賺被扯賺的遺憾 又再一次的發生 但是 當你擁有 心底的觀念 遺憾 不但不會發生 反而 可以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八月二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一百萬 賺了四十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問題是 二號這一天 我們該把資金 再換到什麼樣的 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八月二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很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案 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 轉買青鋼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八月二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 轉買青鋼這項票 賺它 最好賺一段 K線 瞅瞅是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 坐在較上面的邊緣台 短短的三天兩頭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 二十點八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在前面當中 剛才跟各位分享的 五個金流而已 事實上 從七月十九號到今天 是三個交易的時間 一百萬透過新金流觀念 已經幫自己創出 一百一十萬的利潤了 二年一千萬了 已經幫自己創出 一千一百萬的利潤了 但是到今天 還像過去死報活報的方式 做股票嗎 還像過去不能是要軟體 幫自己抄股票嗎 當然 很多的朋友在市場當中 都會很想要知道 如果用最短時間 可以幫助自己 把資金做翻倍 而在市場當中 要做到最短時間 翻倍並不難 那做法一定跟過去 完完全全不一樣 一定要完全做到 敢賣敢賣敢換股 超出資金一定是百萬的資金 集中超出單股票 不會像過去一樣 總是分比加碼翻上個股 而每一檔股票 一定要堅持賺最好賺這一段 也不會像過去一樣 總是消極的十八萬 手上股票一直要等它上漲 甚至呢 一定要領先市場最好賺買賣點 也不能像過去一樣 進去的時機 才會慢的半拍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簡單而且明確 做操作資金一定是百萬的資金 集中超出單股票 加上銀隔風險控管 跟領先市場買賣點 才會辦法幫助各位 把財富快速了一搶 可是朋友股票為什麼做得辛苦 其實原因很簡單 當然沒有辦法掌握出一檔股票 最好賺買點跟最好賺賣點的同時 做起來當然就很辛苦了 過去或許你聽了很多頭頭是道分析 可是到最後到底該怎麼做 買點在哪裡 賣點在哪裡 不只不明確不肯定 而且做起來也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 但是跟著做手系統很簡單而且明確 我不需要跟各位分析太多 我只告訴各位 會賺錢的買賣點在哪個地方 這樣就夠了 就從這檔票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沒有辦法很清楚明確知道 108塊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賣點 難道你要一路抱下去到今天 大賺變小賺遺憾發生了 然後小賺變套牢遺憾發生之後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才好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這時候你會問我 我怎麼知道108塊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賣點 有沒有最簡單而且最明確的方法 當然有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一起來 也就在我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本來就應該非常簡單 而且明確 而不是講一大堆之後 到最後該怎麼做都不知道 那這樣就辛苦了 就從這檔票在這一天 我們看那個事實 周線多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買點 當天會除了給各位明確 進場點停存點之外 停點會並告訴各位看哪裡 最簡單的方式 直接看正百中均指 他告訴各位 未來來到107.57 四十五就是108 一定要全數賣出一張不留 在進場當下 直接把最好賺賣點把它規劃好 後來在連續幾天大漲之後 最高來到108.5 所以我們設108 可以賣掉 可以把這一段最好賺的放在口袋 再不然另一張股票 會有大賺變小賺遺憾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操作要這麼簡單且明確 一張股票你不知道賣點 分析的再多也是沒有用 不知道賣點就是準備套了 不知道賣點 大賺變小賺遺憾 就會一次又一次的發生 相同的 買點也是一樣道路 很多投票過去 沒有辦法掌握出最好賺的買點 會像過去一樣 常常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買在前面等它上漲 等越久你所承擔的風險當然會越大 要不然就等到大漲一段之後 再去做追價 而追價你所承擔的風險 當然也會很大 而跟著做手系統 我們要做到簡單明確 我們要把一個階段當中 唯一最好賺的買點把它找出來 怎麼找 事實上很簡單 就同這兩票在這一天 你有做手系統同時 我們所有會員都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 就是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買點 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下 當然我說會員永遠有這個做法 百分之一買街好事很讚發生 也就是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各位強調 一直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股票最後的重點就是 怎麼做 買點在哪裡 賣點在哪裡 而不是講了一大堆的分析 到最後怎麼做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買點在哪裡不知道 賣點在哪裡也不知道 然後很多的假設很多的淡書 很多的可是那是條件 做起來當然就會覺得很辛苦 而跟著做手系統 不用這麼多的條件 就是給各位明確買點跟賣點而已 也就從這兩票也是一樣道理 這兩票在昨天也簽個交易日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們所有會員都看到同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就這個階段以來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買點 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說過你這個做法 百判之一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也就我在節目當中 才會跟各位分享的 我們如何讓操作股票 不會變得更簡單更有效率 就是當然就要藉助科技的力量 藉助系統力量 時代不同了 難道現在還是用人去分析 然後土法煉康講了一大堆之後 一樣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一樣還是不精確 一樣還是很多的但書 這做起來當然就辛苦 而跟著所有系統 可以簡單的顯明確 而且我永遠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永遠只相信 只有客戶獲利的口碑 才會最好行銷 其他都是多餘的 但是想要跟著新進行的觀念 刷出比標跟標獲利 事實上並不難 你現在牽絕的只是一個 新生體會領先實戰新技術的機會而已 我們秀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022-2389-8029 您是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是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透過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現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各位投資朋友歡迎來到現場 就會跟各位分享一樣 當沒有做手系統去做棋子的同時 總之一口單擺盤來當沖 完完全全沒有留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同這個地方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賺賠價賺結果 就同你所看到的 台子07一個月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1801點 08呢 12天過去了 賺這麼多 負這麼多 賺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1614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 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 對一筆 一口單沖呢 可以賺134點 但是 很多的朋友指數一直做得很辛苦 到底原因處在哪裡 在操作指數的過程當中 常會遇到很多字面關鍵 包括餘到盤整盤 常會被多空雙殺 市價追單 有非常嚴重的滑價問題 進場之前 沒有辦法先把停損 停力先規劃好 所以操作上面 才會慢的半拍 加上你所使用的軟體 買賣點訊號會消失 還有太多參數模組 週期不確定不肯定的情況下 做起來當然就很辛苦了 而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要做到簡單而且明確 在進場的當下 系統就可以 力情確顯示 進場 停損停力 上交位一次都有各位 週期固定 十分線做當從 全數定價百分之百 不會有滑價問題 每一天每一筆 我都跟各位對價對視 賺的賠的 我一定全部跟各位分享 沒有參數可以設 這個模組簡單明確 全部不用會員自己猜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 多一筆 一口當沖 可以振134點 當然 我們還是看一下今天這一筆加訊號 其實第一筆加訊號在8.55分的時候 延續盤同步做多訊號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 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個是昨天的最後根K線 本來在灰色線上 今天第一根K線也在灰色線上 昨天多 今天也是多 都放延續盤沒有問題 但是我說過 8.55分一定要看下上下顏色 顏色都是紅色 所以同步做多 因此 收盤收定 我們當然是要設收盤價 也就是 16868去做多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現在跟K線最低來到16836 所以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 絕對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統幫各位規劃壓力區 一口當正134點 記得把它放在口袋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當我們擁有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 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